演唱副齡台课 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可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长距离的恋爱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算恋爱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属于那种流言性质的聊天 因为我们中间有七个小时的时差很难同步聊天 我的晚上是她的白天 她白天大部分都在拍戏 也不可能失去跟她抱着一台电脑 那时候手机通讯都没有那么麻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她的一些小举动所感动吧 譬如呢 她有时候就会在网上留言 就会说很想见你啊 很久就是因为我们视频是不可以同步的嘛 所以有时候发一些相片 要不你回来吧 你有假期你回来吧 那时候也不能说是追我的一种状态 她就是说你的网上机票我来报销啊 你回来了啊 或者你来北京探班啊 我在拍戏啊 类似于是这样子的一种暗示啊 对 对 对 然后 反正后来跟她有一段时间的接触下来 她就会主动地说 不如这么辛苦你在米兰那边 那你就不要回去了 然后呢 你就在我身边吧 我养你吧 嗯 那就算是求婚了 这样子就 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想过那么多 没想过 然后那时候就反正也是属于一种恋爱的状态 嗯 这已经是到后期 前妻是网上机 就是后期她说了这些话之后 嗯 那我毅然决然地就放弃了在米兰那边的工作 还有身份 然后就全部重心就转到她身边就回来了 嗯 但其实这个时间很快 25岁结婚 然后就30岁的时候 没到我们已经有三个小朋友了 其实这个时间很快 那会不会有一刻会觉得好像 突然之间把所有自己的理想 所有自己的梦想 你一个建立自己品牌的理想 就好像全部都已经放弃了 那样 我觉得不会吧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那我80岁 只要我身体还OK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创作 嗯 就像一个画家一样 他不会像 所谓的一个吃青春饭的一个行业 有可能模特会相对于是青春饭 但是设计师 那你也放弃了你无故意的工作 青春的工作 嗯 因为就像我之前想的 我觉得模特对于我个人来说 不是一个长久的职业 嗯 所以我觉得模特转为设计 这个是我最想要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读完大学 然后也是去米兰去读研究生 学服装设计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过 模特哪怕你做的在行 最多在做十年 但是如果你学了设计 你是一辈子的 包括设计师这个头鞋 你可以挂一辈子 嗯 然后就慢慢自己打造 建立自己的品牌 就把它发展成为一个 时装黄国这样子 这样子 虽然这几年确实是贫泄了 在设计方面 没有什么作为 但是我觉得 让我更有成就感的就是 造就了三个小孩 嗯 因为我觉得 首先小朋友我是非常喜欢的 嗯 其次就是我觉得 你跟小朋友的一种相处下来 会让你每一天都非常是有成就感 的 这个套完 是 需要设计的人